最近热播的古装剧《柳州记》《四方馆》 还有先前的《墨语云间》《玫瑰的故事》 这几部录剧因为有高知名度主演 再加上是热门题材 所以一开播就冲出高热度 不过2024也有不少冷门但很好看的录剧 以下推荐九部《错过可惜》2024冷门好评录剧 《边水往事口碑》更胜柳州记 最后一部更是一集就上演 没爆火但错过可惜的《2024录剧1》 郭麒麟 吴振宇 边水往事 边水往事真的好看 这是近期被很多人大推的录剧 找来追据郭麒麟搭档兴吴振宇 讲述男主沈兴为了混扣饭吃 投奔在三边坡当包工头的舅舅 然而舅舅却在武装内战封锁区失踪 沈兴急着给工人们发工资 但也因此背上巨债 为了还债 沈兴成为财叔手下的一名司机 为神山中的各方势力运送物资展开的冒险故事 边水往事不是热门题材 但真值得追 有点公路冒险剧的感觉 不用等到DN级才好看 它第一级就好看 一个接触一个事件 节奏很紧凑 而且剧中人物都有两面性 各方势力的利益交织 也都塑造得很精彩 当初在坠序 庆余年就有很多人惊艳于郭麒麟的演技 这次郭麒麟在边水往事演技 依然获得好评 没爆火但错过可惜的2024录剧2 李宪 周宇童 纯色寄情人 纯色寄情人已经算是小有话题的录剧了 但因为不是大家最爱的那种高糖甜宠剧 所以没有达到很热门的程度 不过纯色寄情人口碑很好 剧中两位主角都是边缘人 一个是职业特殊的一体整容师 一个是腿有残疾的销售员 两人双向救赎 纯色寄情人讲述小腿残疾的装结 回乡路上偶遇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麦东 后来两人又意外重逢 两人在试探拉扯中逐渐靠近 逐渐疗愈彼此内心的伤痛 这部剧没有强来的撒糖 爱情线自然清新 主配角塑造立体饱满 关于生死的讨论有余韵 是会让人回味的好剧 没爆火但错过可惜的2024录剧3 和薛林 丽妃 永烟 常明 永烟 常明主打风批强制爱 讲述贵女谢婉英与太子成婚当日 却意外目睹一场残忍的狩猎 传闻中清雅绝尘的国师东方罪 韩笑射杀了当朝国长 谢婉英也因此成为了国师的猎物 果真 在东方罪的阴谋下 谢婉英与太子的婚礼发生惊变 然而东方罪并非想要灭口 而是以谢家满门相要邪 逼迫谢婉英成为国师夫人 永烟 常明是封批国师强取豪夺 代嫁太子妃的故事 剧情设定非常带感 女强难强 剧情虽然老套 但大家就喜欢这位 而且东方罪表面上是个封批 实际上却是个恋爱脑 男主女主斗智斗勇 台词羞耻 但让人上瘾 这部剧女主角何轩灵 是行落宁成堂女二清葵 男主角李飞之前演过短剧《青青三思》 她特别会演这种封批附黑男 没爆火但错过可惜的2024陆剧4 网右说 赵昭一南成燕 南成燕热度不高 但追过都说好看 十一侠女阴错阳叉进攻当太监的故事 男女主角是欢喜欢家 呼啸暗恋却又争斗不停 剧情又甜又搞笑 而且不会降致 难得的是演员燕绩不拉垮 男主网右说演过大宋少年制王宽 他这次演高冷霸道统领 燕绩依然很稳 而且和女主角CP火花挺强 南成燕讲述正义侠女俯小 因刺杀任务失败 变成十一小白兔 辗转进入皇宫顶替成为冒牌公公 还得到皇帝恩宠 与高冷统领的高度关注 拂晓和赴黑统领燕长云的人生 被搅和在一起 还被迫卷入他的复仇大计 二人在暗流汹涌的朝堂上 步步为营 相互倾心 而陈年冤暗也得以招雪 没爆火 但错过可惜的2024录剧舞 张炯敏 江之南遇见你的那天 遇见你的那天 是最近小有热度的甜剧 这部剧和私藏浪漫设定有点像 一样是赴黑男暗恋女主多年 后面闲婚厚爱的故事 不过遇见你的那天更清新一点 剧情非常甜 遇见你的那天 讲述许慕在一次与甲方的提案会上 与高中同桌谢时再度相遇 时隔多年 对方成为了冷面腹黑的甲方总监 因为一次醉酒乌龙 谢时成为了许慕朋友圈的官宣男友 两人将错就错成为契约情侣 许慕不知道的是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孩尘封已久的暗恋 没爆火但错过可惜的2024陆剧6 张冰冰 戴旭手术直播间 手术直播间是张冰冰难得尝试的医疗剧 这部剧挺冷门的 但评价不错 改编自同名小说 这是爽剧风格的医疗剧 虽然也有书迷都在吐槽剧版改动太大 但这部剧有排出男主打开紧手指的爽感 节奏快进 张冰冰和戴旭的化学反应也不错 会吸引人一急急往下看 手术直播间讲述天才医生证人 因要查探18年前冤案的真相 而来到海城医院 预计诊科鲜鱼主任苏云 组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一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疑难病症 没爆火但错过可惜的2024陆剧7 徐露 魏哲铭皮筋斩棘的大小姐 追完私藏浪漫 陷入魏哲铭的观众 聚慌可以追追看这部皮筋斩棘的大小姐 她和花尖令一样是换脸的设定 换脸复仇大小姐VS 赴黑直球将军 故事节奏很快 剧情有爽感 撒狗粮的甜宠部分也很多 不少观众都觉得这部剧被剧名耽误了 明明设定很带感 却配了一个吐气的剧名 很影响路人的追剧欲望 其实剧情不差 皮筋斩棘的大小姐 讲述酿酒 是家罗夫小姐罗爱莲被人所害 换脸后 化身能闻能物的标局小姐沈丹青 暗中查探真相 并对仇人一一复仇 徐承风在寻找丢失藏宝图的时候 与查案的沈丹青相遇 二人从相互猜疑到成为彼此信任的恋人 没爆火但错过可惜的2024陆剧8 王靖轩 继美涵月上赵妍 普装剧月上赵妍设定挺新鲜 故事围绕住两个命运已经低到尘埃的人展开 引停性谗言 而引得逆先出逃的月神认识圈 遇到被逆先缠身的不祥之女云赵妍 为了摆脱逆先 云赵妍前方百计的缠住认识圈 由此二人展开了一段相生相伴的奇幻之旅 月上赵妍有点聊斋那种中式智怪风格 在一众古偶剧里风格很鲜明 灾难满满的元气少女 为了避开逆先 而死缠冰山月神 设定很甜很好客 女主角继美含甜美可爱 男主角王靖轩的古装扮相蛮好看的 剧情轻松搞笑 很轻松下饭 没爆火但错过可惜的2024录剧9 孙逸宁 王红鑫 锦衣 风华 锦衣 风华是一部短剧 和墨语云间 沿喜攻略一样主打爽剧风格 剧情紧凑 现代女一vs冷面王爷的设定 还有大家最爱的追击火葬场 女主角有仇就报 绝对不忍 有网友称赞锦衣风华的爽感不输墨语云间呢 但短剧制作质感一样比不上大剧 如果是想打发时间 追剧找找痛快的话 这部很适合 锦衣风华讲述的是 聪慧国干的现代医学女博士林若瑾 穿越成古代懦弱仇女 因凿人设计 被迫嫁给恨她入骨的冷面王爷肖月寒 林若瑾凭借现代医术和又A优萨的性格 一路强势反击对手 脚踩黑帘 手撕绿茶 打脸割路犯派 在这个过程中 肖月寒也对她逐渐有最初的误会仇事 转而情跟深种 感谢观看